有没有发现社会当中的一个现象 就是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 甚至呢不婚晚婚 在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呢 我身边的同学都已经结婚 现在呢孩子都已经上初中了 可是呢在我现在接触的年轻人当中 有很多女孩子呢坚持的是不婚主义 还有呢很多男孩子到了三十岁 也没有打算找女朋友结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在根据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口调查 我们国家呢在二零二年 人口开始出现首次的负增长 也就是说死亡人数大于出生人数 在我们这个收入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 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了 今天就具体跟大家来探讨探讨 这主要呢还是名声上面的问题 它涉及到三个方面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首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呢 对婚姻的担忧 我想问一问 当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 是不是一直甜甜蜜蜜 谁都想呢和自己的那一半共度余生 天荒地老一辈子 但是我们也知道一点 生了孩子以后 我们组成了家庭 那么这个家族的人员呢就多了起来 不光是你们小两口 还有呢双方的父母 假如生了孩子以后 可以说大家都在围这个孩子赚 那一个前提条件呢 就是我们需要大量的金钱 去抚养这个孩子 在城市当中生活呢成本很高的 现在呢由于很多人吃的并不健康 可以说呢有的时候没有奶水 那就涉及到呢去买这个奶粉等等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问题呢 并不是这个 婚姻当中最大的杀手锏是什么 是婚后生了孩子以后 出现了出轨家暴性冷淡无性 还有呢婆媳关系 以及性格变化 这些才是导致到婚姻破裂最关键的问题 可是我们也知道一个问题 那就是呢 如果两口子生了一个孩子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出现了离婚的状态 那么对于两个人的人生轨迹 是有很大改变的 最重要的是伤害了孩子 所以很多人在结婚之前 对于这个婚姻是比较担忧的 那我们也经常看到呢 很多人在婚前可能表现得非常的老实 你看不出什么任何的缺点 可是婚后呢 经常赌博 夜不归宿 然后呢 又去捏花惹草 出轨 或者说呢 强行的让自己的小家庭和这个婆婆住在一起 那有可能呢 也会产生婆媳的矛盾 但是在这个矛盾当中呢 这个立场可能会变来变去 导致到感情变淡 婚姻破裂 我在我身边呢 看到过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 所以有很多女孩子呢 你会发现在结婚之前 都会呢 给自己买一个小公寓 甚至有很多女孩子看得开 我不想结婚 就是因为怕受到后续的伤害 同时呢 也是对婚姻未来的担忧 这一点呢 其实并不是空穴来风 那很多人说呀 你这说的不对 为什么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爷爷奶奶都能够相安无事 相互扶持一辈子 而且呢 他们的收入并没有我们高 对呀 就是因为他们的收入不高 就是因为呢 他们能够抵挡住诱惑 可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 难道真的能够抵挡得住外面的诱惑吗 你想一想 在某些短视频平台 一个美女跳舞就能够迎来几百万的点赞 那你想一想 这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有很多女孩子对未来深深的担忧 还有呢 男孩子也是一样 女孩子呢 担忧的是什么呢 一旦结了婚 生了孩子 那么抚养孩子就成了女人的一个本职 也就是说很多人成了全职的妈妈 那么成了全职妈妈以后呢 女性会遇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自己呢 常年不接触外面的世界 而且呢 由于要照顾孩子 精力全在孩子身上 所以呢 也不会去打扮自己 那么也就呢 浪费了自己工作的黄金期 那还有第二点呢 带孩子 其实很多人觉得简单 我经历过 我知道特别的不简单 那很多时候呢 妈妈带孩子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呢 心理压力是非常大的 那你想一想 你的另一半在挣钱 有的时候呢 我们很晚下班 但是孩子已经睡了 那么夫妻之间呢 就会缺少沟通 这个时候呢 如果全职妈妈心里呢 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抑郁啊 比如说想不开啊 等等问题 长时间得不到排解 就会引起家庭的争吵 到最终呢 导致到婚姻的破裂 那还有呢 男孩子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也知道呢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消费很高 收入呢 并不是太高 而且呢 我们的人能力不一样 从事的行业不一样 所以呢 收入是有所差异的 那么你想一想 普通的年轻人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那如果呢 你在三四线城市 拼死内活的 可能一个月也就五六千 甚至呢 有很多时候你达不到 在大城市呢 可能会多一点 有的时候呢 可能是上万块 但是我们也知道呢 以前做过调查 一个人一个月 能挣一万块钱的 毕竟是少数 并且呢 如果你身处在大城市当中 可能呢 你要请保姆 等等一些消费 这些东西呢 都是占到你收入的大头 有的时候呢 你还会入不敷出 那么有些男孩子呢 就担心 我本身小时候 可能呢 就是在农村长大 吃了很多苦 那我现在呢 不想让我的孩子去吃苦 那如果呢 我没有好的经济条件 可能呢 我就会晚生孩子 等我攒一笔钱 再说 那九十九只呢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的生育 平均年龄延后了 以前呢 我的同学呢 大概就在二十岁左右 就生了孩子 可是我们现在呢 有很多这个年轻人 到了三十岁 还没有找另一半 也还没有呢 结婚 所以呢 也没有生孩子 那你就会发现呢 我们的这个生育率 就开始在下降了 还有第三点 就是当今我们讨论的 最热烈的 房价太高 收入太低 房价有多高 不用我重复 大家都知道 在一二线城市 如果你找一个核心地段的 那么基本上 两三万块钱一坪 四五万块钱一坪的房子 很常见 那如果呢 你在三四线城市 随着这个 2017年到2018年 涨价区库存的这个调整 那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呢 也能够达到均价七八千 可是我们的收入 在这么多年 涨的是非常非常缓慢的 再加上呢 我们刚才也说到 我们的这个消费 是非常大的 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虽然一直现在 在宣传说 房住不炒 房住不炒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可是房子的重要性 在过去二十年的发展当中 在我们中国人心里 已经呢根深蒂固了 房子代表什么 难道房子仅仅是因为住的吗 并不全是 房子呢 还带有很强的金融属性 即使我们说 房子是用来住的 可是现在的一个房价 是高位稳定 那么现在的小年轻结婚 首先面临的就是彩礼的问题 闯过了彩礼这一关 那么房子怎么办 房子买完了 还有车子怎么办 你想一想 结一个婚 是不是把双方的家庭 全部掏空了 那么尤其是呢 现在很多男孩子感觉到压力很大 而女孩子呢 也非常的现实 谁都不想让自己输在起跑线上 你想一想 当两个人身无分文 或者说一无所有 来到一个城市去闯断 现在呢 社会发展的很快 各行各业几乎都在饱和 那么你想一想 发展的压力有多大 所以如果你没有房子 那么你可能连结婚的最基本的资格 都已经丧失了 可是当你有了房子 你会发现又被套牢了30年 而我们的工资涨幅还是很慢 所以综合以上三个原因呢 现在的年轻人对婚姻的态度越来越理性 就像呢 我们买房子这个过程一样 之前呢 不管谁告诉你 就告诉你早买房子早好 那当然呢 很多人很早之前把房子买了 享受了当时的红利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呢 还有延迟退休 这个政策未来可能会普及 那你想一想作为年轻人 压力会越来越大 根本就没有人帮你带孩子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